K&0 劉川 好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重口會開房間 小賴單身有點丟臉 欸213 Walter Erde 你好痛 妳還願意等一下跟她一起去吃飯嗎 這集是要整我的是不是 沒有啦 欸怨的也是她喔 頭腦冤啊 沒有禮貌 好我們今天第一題是什麼 好第一題的話是台北的一枝花 她說她跟男友交往了半年 想說可以見媽媽了 結果帶男友回去 結果媽媽卻嫌說男友很胖很矮 叫我不准跟她交往 也不能見面 但我男友根本沒有做錯的事 請問我該怎麼讓我媽喜歡上她 減肥 減肥 好難喔 好難 那媽媽怎麼是那個 媽媽怎麼人生恭敬 對啊外貌協會耶 欸你們的家人都不會限制你們交往對象嗎 會嗎 可能她問她們 啊我要哭了 我要哭了 然後 不起來我還拿不出這一點 你曾經有過你家的失蹤 8個月那個 8個月那個 不是 沒有我家人 沒有因為我朋友 我講我朋友的例子 因為我朋友呢 她就是一個喬生這樣子 然後 她交了一個台灣的女友 然後結果後來她就回 就是暑假她回去她的國家之後 她媽媽就看她女朋友的照片 然後就說 欸你女朋友好醜 人生攻擊 人生攻擊耶 然後因為她其實不 她就真的不美 然後後來那個 你又攻擊 我沒有攻擊 我就講一個 因為她搶那個本來是我的 那女的搶走 哦 哦 懂 懂我這個仇恨的那個價值 然後後來 她回來之後就是一直覺得 家人們都覺得我女朋友很醜 然後她就 漸漸被洗腦 她就跟那個女的分手 蛤 怎麼會這樣 天啊 因為她覺得家人好像也不是很喜歡 然後她竟然覺得好像也沒有很美 就是 就是那個人被家人說服到 如果她一開始愛上她是因為美的話 就不是 就個性 有個性 但家人這樣有比較喜歡上另外一派女朋友 所以 就會真的也不喜歡嗎 真的可以 通常說到結婚比較有可能去評論 可是我覺得多少會有影響 真的啊 我覺得有一點影響 會吧 如果 媽媽媽看到沒有 汪中跟那個春雨不喜歡你交往對象 說好醜 不要美 他們從來沒有講過任何一句話 他們對啊 什麼真的 對啊 都沒有 他們沒有講過任何一句話 爸媽嘴巴就很賤 還是他們可能是我完全沒在聽 所以 啊可能你還沒有步到結婚 對 因為對啊 還沒到要禀報 問題者是要結婚了嗎 也沒有 她想要跟她男友交往 就是要交往 只是想要就是跟這個男友交往 但卻沒有成功 媽媽討厭她 怎麼讓媽媽喜歡上課 那她是完全沒做任何事情 比如說她什麼行為惹到媽媽 沒有 她就是現在矮跟醜 矮跟胖 那也許媽媽覺得女兒值得更好的 對 但我覺得那個男生就要努力一點 對 你就要可以討好媽媽 可以討好 這麼討好 就是做一些貼心的事啊 送鳳梨書什麼的啊 沒有 就是每次去 都放臉 我知道什麼 送鳳梨書 是靈魂 是想說送鳳梨書 太沒靈魂 沒有我覺得 如果去拜訪對方家裡 真的要 沒有不是 如果她媽媽 你媽媽她媽媽現在想見到妳的話 你們兩個只要出遊的話 你就買一個伴手禮 對對對 叫我 對 所以女兒也很重要啊 她幫幫忙包裝帥 跟你講跟你講 就要跟你女朋友說 你就跟你媽媽說 是你買的 不要說是我受 但是你這句話 原封不動的 轉給媽媽媽 懂嗎 不能幫 你那個 你這個女生 千萬不能就說 媽這是我買的 你要原封不動說 是我男朋友 買給你的 但她叫我還不要講 所以說是我送的 就是她叫我說是我送的 對 就是這句話 全部 就是玩 對 對 或是直接登門 我覺得直接見面 可能媽媽會比較開心 你說哪有 可是她媽媽現在討厭她 對 就是你要常做 媽媽覺得 你要讓她走近 好像也不差 我覺得媽媽要看到那個男生對女生有多好 對 除非她 除非她那個嘴巴很厲害 她在登門 她變成說 歐阿姨 我就是 又來又胖 讓我講好糗了 什麼的 這種 就是媽媽會愛 哈哈哈哈 就所有話都媽媽喊戀愛 哈哈哈哈哈 爸爸很幹嘛 很荒唐 我覺得或者 如果她 她先供爸爸那邊呢 就是因為家人如果有一個喜歡 會比較好處理 先供一個中立一點 比如說她跟爸爸很好 爸爸愛這個人 然後媽媽可能也會喜歡上 因為她 因為爸爸會說 阿姨媽沒賣啦 對 但是這個女生也要做很多努力 因為她說媽媽她雖然不帥 她對我很好 她其實一直沒有說不帥 只是胖跟海而已 你也不要一直攻擊家車去唱 好 長高見 媽媽她雖然不高 但她真的對我很好 之類的 就是多多講 懂得媽媽如果今天交個帥 然後在外面偷師 你這樣你要嗎 你要女兒不快樂嗎 就這種最簡單的說服 之類的 我覺得就是 讓媽媽一起加入 那個生活 對啊 對 哇這個媽媽真的 我也沒見過這麼外貌協會的媽媽 我覺得有啦 基於她優生學 有些媽媽可能會care 身高或者是胖瘦 體重 因為胖的心臟病 心血管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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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重 你小心啊 因為你本身也是外貌協會 所以你懂 對我懂 但我覺得就是 另外一半就是要 很努力 表現 很好的 對 然後你們兩個一起很努力 因為媽媽只要看到女兒 其實過得蠻好 其實媽媽多少會放下一點解釋 對啊 那是剛開始 剛開始 因為你現在其實是剛開始 對 所以這個女生你要多多闡述 你男朋友對你怎麼樣好 對 對 這個蠻有可能會翻盤的 這不就跟養寵物一樣嗎 他還可以一間一間廢 不是啊 就可以啊 剛帶寵物回去放 不要養狗啊 然後最後都跟狗超好 對啊 就把你男朋友形容成狗 但我覺得很有可能會變這樣 需要一點時間 對 對 所以你男朋友要成為一隻很可愛的狗 你媽就愛上他了 好 下一題 下一題的話是 台北的Daren 他說 他跟前男友分開的原因是因為遠距離 然後分手中間有交了幾人 但他還是發現他最愛的就是那個前男友 但前男友現在已經有男友了 那我不知道我該不該放棄 還是應該要勇敢的去把他搶回來 勇敢的把他搶回來 他說前男友已經 已經交男友 就別鬧了吧 搶他們搶啊 不是啊 人家都好好的搶屁啊 所以當初是誰不要誰 他還沒講 沒有沒有誰不要誰 就是分開的原因是因為遠距離 可是人家有對象 你就不要有搶那種東西了 不要破壞別人的感覺 對啊 而且你那麼遠怎麼搶啊 可能現在好像應該是回來了 可是人家是有 人家是有另外一半了嗎 原本是分開可能一個台灣在美國 分開 然後後來 現在已經回來台灣了 但有交到另外一半 OK 你說兩個都交另外一半 沒有 他自己身邊沒有 他前男友交了另外一半 對 那你就等他們分再說啊 不要有搶那件事情 對 你最近變得 對很不一樣 他一直都這樣啊 沒有我一直不在那裡搶 對 對 你不要這樣會有報應的 對啊 算了啦 萬一如果前男女友搶你們 怎麼辦 當然就是恨啊 很不恨 對啊 對啊 而且這樣如果他們在一起 也代表這兩個人都不OK啊 對 對啊 是沒錯 是沒錯 可是他會真的因為我們這樣講 就不去搶嗎 不然他搶的看 搶的到就是他的 其實我們講人家說 不行 我要證明給你們看 對啊 搶一點是他的欲望 那你就去搶啊 你就是搶 如果搶的到就是你的啊 搶的到就真的是 也是也是蠻厲害的啊 因為像你現在突然要我去搶的人 還真的是不知道怎麼搶 但你確定對方還有愛著你嗎 對啊 因為你是最愛他 但他不一定是最愛你啊 但搞不好他現在最愛那個 那不然就是一場比賽嘛 你搶的贏 那就是你的啊 但是會覺得有報應 我跟你講 我們已經討論過 壞人是沒有 壞人是沒有任何報應的 是 有 我就看你們戀情多長 這就是報應 你剛才正對他們講話對不對 你剛才正對他們講話對不對 你剛才看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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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也是啊 我剛才想講一下溫暖 你如果是溫暖 你剛才看鏡頭 沒有啊 你的溫暖已經被 其實愛最重要了 愛最什麼意思 你說你建議他搶對不對 也沒用啊 那也不建議耶 不建議啊 可是我不覺得他會 因為我們 他不會真的去搶吧 這也太沒品了吧 因為他想搶他才會寫進來啊 可是他 他是不是缺乏一個動力 什麼意思 就我們說要去吧 他就去 哦 他可能以為 我沒說去吧 他可能以為 但因為你每天 已經分手過了 要再重新來 應該很難吧 加上現在他又有對象 對啊 我覺得蠻難的 除非你 除非你真的戀愛到 是他此生最愛你就 而且你這樣可能遭受罵免耶 一定會被罵啊 對啊 如果你這麼愛他你就等 等他分手 你再去 到時候每分呢 到老了 他等到50歲 那我不信 我不信你愛到 你中間不會教別人 對啊 一定還是會有個人 他都說他中間教了幾個了 幾人 對啊 好 下一個的話是 淡江的Vivi 他說 他的好姐妹跟他搶男人 那到底該怎麼辦 男生 是 因為我而認識的 結果我的好朋友 卻不時的出招約他出去 那現在 他們兩個好像有點 快要有愛的火花粉 我該怎麼辦 誰寫進來的 欸 什麼意思啊 聽不懂 沒有沒有沒有 他們兩個他跟那個男人 沒有在一起對不對 男人還沒有 這是我最近發生的事情 你跟豆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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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事都會發生是不是 就那種 就是老闆 等一下我先去整理一下 這個女生 這個女生是A 然後 然後他認識這個男生 他認識這個男生 然後他對A這個男生有好感 所以他在想說 那跟其他人一起約 然後他就介紹他的女生朋友 想要一起出去玩 結果後來女生就 他的女生好朋友就出招 也開始追這個男生 他就心想說 天啊 這現在到底怎麼回事 他不是我好幾朋友 我也告訴他說 我喜歡他了 但為什麼他還做這種事 那有情跟愛情 這個是我現在該怎麼辦 我跟你講嗎 那個朋友三了 沒有他們兩個就會在一起啊 沒有 這個朋友不可交 對 我聽說那個男的跟那個女的 現在不是他說 沒有他只是說 那個朋友也出手約他 他說他們也有 沒有在一起啊 還沒在一起 沒有 就等於兩個人競爭這個男生 對 這個男生是 比如說我跟他約會 我跟他約會 然後想說 就像情侶 然後帶一個人出來 結果那個人出手 勾你 那個男朋友 對 我知道我懂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剛剛發 寫信來的那個女生 不是說那個男的跟他那個好朋友 已經有活花了 我該怎麼辦 但他跟那個人也是約會狀態 所以他們都有活花 那就不要啦 那男的也是 我覺得 你先把這個朋友封鎖 然後你就照 跟那個男生約會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這個朋友呢 如果他把愛情 放在比友情跟前面 可是沒有 因為如果他把他封鎖 那個女的就會說 那要給他瘋瘋啊 那要怎麼樣 那你就會變很強勢的人 然後他們就交往啊 狗男女就塞得緊啊 哈哈哈哈 沒有啊 他就喜歡那個男的 好 我跟你講 但是好 不管那男生不重要 但我覺得針對友情這一塊 這女生也不會是你的朋友 對 這女生是你可以完全 這輩子就是 他就是過了 那我們給他建議 應該是把這個女生把它剃除掉 但他要怎麼樣 贏過這個女生得到這個男的 我覺得不要講贏不贏這件事情 本來就是輸贏啊 對啊 沒有 那我沒辦法幫他贏啊 這就是你自己的招數啊 但我覺得你 因為這個男生女兒 而認識到你這個朋友 是渣女 對 你認清了一個朋友 也值得啦 對 但會不會那女的想說 他們也還沒有在一起什麼的 那就是表 不行耶 我都一直唱 你說這也是我要的 你就不准好嗎 真的 沒有 就你跟那個女的 要怎麼樣贏得 那男的這麼沒辦法幫你 如果去問那個女的呢 比如說如果你是氏族 不用問啊 問女的 你問說你最近 怎麼會去面對那個男生 他說沒有啦 因為他剛好也是我的菜 那種建議員都會這樣說 你說剛好是我的菜 專家 背獎專家 那個女生就說 沒有啦 就剛好約出 我們沒怎麼樣 我們真的沒怎麼樣 真的會講這種話 有很多人很愛講我們 沒怎麼樣是怎樣 那就不要了 沒怎麼樣 沒怎麼樣後面就是會變成怎麼樣 對對對 欸真的 那個人就說 我們沒怎麼樣 真的沒怎麼樣 我們真的沒幹嘛 過了兩個禮拜 教我 哈哈哈哈 但的確當時他沒說謊啊 對啊 他當時的確是沒怎麼樣 但是如果你沒怎麼樣 你就不會出手啊 對他應該說 他將來想要怎麼樣 因為你一定是有一點點意思 你才會出手 你一定是有意思的啊 一定是有的啊 什麼叫沒怎麼樣 你背叛我們的友情 呵呵呵 所以你就是好你也該慶幸你因此 因為這男的而因此看清你的朋友 你沒有再浪費更多的時間 但你現在跟你覺得也不用鬧翻 就等你贏了或輸了 再鬧翻就好了 沒有已經要鬧了啦 不用鬧翻 但是就是不要再鬧翻了 不用再 就是他如果沒有約你 你也可以不用約他 也不用跟他出門 也不用出門啊 不要浪費時間 就說你最近很忙就對了 你就說你最近很忙 我跟你講張立一個爛招 什麼 他就是傻傻做 先打一盲針 跟現在那個男人做 超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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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你這次更爛好不好 我說下下策 下下策 下下策 但是因為這是一個仇富心態 你就先得到 我先得到他 那如果那個女生說要跟他交啊 簡勝的 你就說欸 我女友某 你真的是表情好不好 我就是表情一樣 不是 那個女人先表在一起 我帶一下表贏他啊 欸我懂他的邏輯 你懂嗎你懂嗎 我懂了 但我這是下下策 是是 對 這是下下策 因為他怎麼樣都會讓那個女的就是 砍 因為砍一輩子想說 就是如果那時候他 萬一那個男的跟他的好朋友交往了 那個女的就 時不時會拿出來這件事講出來 就是你為什麼那時候要跟他做 對對對 你早約動了 我就會讓這段戀情也不會太持久 對 我就讓他們交往 不完美戀情 我跟他先做 對 你懂嗎你懂 我就是一種泡阿蝦的那種真正 泡阿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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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阿蝦就這個八戀愛的劇情 為什麼 泡阿蝦 泡阿蝦沒有這個劇情啊 對 泡阿蝦有 有欸 有欸 你懂嗎 反正我也愛他嘛 那 就來一個也無妨 但我要比那個女的先 那 我剛才因為很多人因為 比如說我先跟他反正的關係 那個女的反而就不要了 也有可能 對 反正就不要 那你碰過那我不要了 也有可能 就是這個是下下策阿 你真的走投無路再做這一招 喔 就想辦法跟那個男的先 因為反正 做這件事的缺點是甚麼 沒有缺點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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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我沒說他就上上策阿 對阿 我一定會覺得是上上策 你好會賣東西喔 缺點 什麼缺點 上下策的缺點 缺點就是你可能做完 他不會跟你交往 你會失去這個男的 然後又被女人罵嗎 會嗎 不會被摸好看嗎 不會被罵 因為都沒有交往阿 對啊 那還好啦 那我反正我也得到他了嗎 那有點所謂 對 暫時下策 暫時性的 對這真的是下下策 但我覺得還蠻棒的 這就為了贏而贏的一招阿 可是我也喜歡他阿 我又不是不喜歡他 然後硬拉做 是沒錯 反正最近那個女生 你就說你很忙幹嘛 你就裝忙 但是你不要對他態度不好 因為就讓他有個把柄 去跟那個男的講你的壞話 對 不要讓他有把柄 但我覺得那個女的一定一直常看那個女生抖 他有沒有給他出門 對啊 好辛苦喔 用線動阿 然後就拍一個鏡 然後就說 他在那邊找 欸這個人背好險 欸我就是會這樣欸 我就是穿馬跡這樣拼在一起 對啊好累喔 完蛋了 接下來日子很辛苦 就是這樣比賽 放過自己 就學我那招吧 這就是重點 對亂講我們總大學說得很好 他在那邊講幾句話了 他在那邊講幾句話了